这孩子长得多可爱啊 像 对了 他爷爷 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号吧 有恒 十日之内 请和洛商家 筹措剿匪助享抚习银 一共三十万两 多呀 小弟愿意每年助享十万两 既然兄弟你有如此胸襟 我也不能太亏了你 今后凡经由河南的曹运 我就交给康家了 你来得实在是不巧啊 总兵大人回金述职去了 这么快 康公子 我知道你的来意 师爷请讲 这位吴谦总 平日里对总兵大人不服啊 两个人私下里较着劲呢 这往下的事呢 就是总兵大人身在府衙 也不好办呢 我明白了 瞧瞧你那点出息 怎么把自己喝成这样呢 娘 孩儿错了 孩儿太相信他们了 让康家失戏于全镇的人 行了 这件事啊 不许你再插手了 好好待在家里 哪儿都不许去 陪陪你媳妇 无愧 把少爷给我送回去 娘 少爷 还是错了 我慢着 慢着 各位商户听好 欠期就剩最后三天了 凡拖欠不交响淫的 将加倍处罚 严惩不待 凡挑头闹事的 杀无射 各位商户听好了 期限就剩最后三天了 凡拖欠不交响淫的 将加倍处罚 严惩不待 女人 遇到 哪吴 呼呼呼呼 达 候 整个手 抖骂 飞 你来啦 这么多年了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到仙爷庙 我能不来吗 我知道 我今天不该来 可你还是来了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还是为了你儿子吧 也不全是 那你为什么深更半夜来找我 我是替全和洛镇的人来求你 顺便给你送点吃的 还是这道双糖豆腐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既然你这么大老远地送来 我当然要尝一尝 那就趁热吃吧 我用棉子捂着呢 相公 你去哪儿了 我去饭庄了 想让娘教我给你做一道醒酒的汤 我已经醒了 对了 娘生我气了吗 我没见着她 听舞会说 有位客人想吃双糖豆腐 她亲自给送过去了 亲自送去的 嗯 那客人是谁啊 这个我没问 来 给 你弄错了吧 我可是土匪呀 这官家的事情 你怎么求到土匪头上来了 要我夜袭黑山口 引官军离开和洛镇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是让我引火烧身呢 夜袭官军 这可是重罪 一碗双糖豆腐 有这么大的人情吗 是啊 就是一碗双糖豆腐 你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还作数吗 你儿子成婚那天晚上 你曾经亲口跟我说 假如有一天 我的头被人砍了 你会亲手给我缝上 这话还算数吗 我说过的话句句算数 可这样一来 水就不清凉了 你这份人情 我替康家 替和洛镇的人记下了 人情不人情的我不在乎 我在乎他 你还信我 好 我答应你 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说吧 上回你给咱送过五百个魔 这回你得再准备五百个魔 要热乎的 你丑事送到我淫事出发 我知道了 是送到这仙爷庙吗 五路口 什么事啊 哎呀 怎么了 慌什么 禀报大人 土匪夜袭北山口 什么 有多少人 黑暗暗的一片 看不清楚啊 传令 果肃职员黑山口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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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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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冲 老天哪 黑屋常撤了 这下不是真的撤了 快来探哪 这下不是真的撤了 快来探哪 这下不是真的撤了 快来探哪 这下不是真的撤了 朱若嵘 盲目了一整夜的朱若嵘 終於可以睡下了 當陽光照射在窗陵之際 她卻沉在夢的深淵裡 她做了一個夢 一個奇異而可怕的夢 她夢見從天上掉下了一個花轎 那花轎從天上飄下來 滿天都是鮮花 但是那花轎卻是鐵做的 沒有門 這黑霧常一走 你看這車一下就昏化起來了 是啊 少爺 少奶奶你們來了 湊兒 你這是 哦 爺爺想吃雙糖豆腐 誒 少爺 小少爺叫啥名字啊 這有痕 是他爺爺該取的 啊 這個名字好 去吧去吧 哎 誒 五魁 誒 少爺 大奶奶呢 大奶奶她一早就出去了 一早就出去了 去哪裏 誒 說是去仙爺廟還院 去仙爺廟還院 啊 她一個人去的 哦 我要跟著她 她沒讓 大娘子 大娘子 來客人了 你 你受傷了 還好 小意思 被刀劃了一下 重嗎 還好 我說過 我過的就是刀尖上填血的日子 都是我 是我連累了你 我們康家欠你的太多了 你們康家欠我的太多 那就說說吧 省得老鴨在心裡不好受 你真想聽 我記得以前跟你說過 我和康家有仇 你沒忘記嗎 我當然記得 如果不是康家擊隊 你現在就不是康家的媳婦 而是我的女人 坐下 我慢慢跟你說我可不是瞎編啊 我爺爺那輩子 三家也是個開封的大戶人 到了我父親 家境就有些敗我了 我父親和康伯儒 就是你那老公公 當時一起到士兵周家去提親 我現在還記得 當時在你娘家的士術林裡 你正在摘世子 爹給你找的媳婦就是她 好看嗎 好 好看 看什麼看 哪有這樣看人家閨女的 閨女 我們是路過 你們不是和洛的 對 我們是開封的 開封 大碼頭啊 那你見過大宋的城牆嗎 當然見過了 那你見過濟南府的炮臺嗎 見過吳家江菜園新駅的大綱嗎 見過梵家鐵漿鋪裡的牛皮蜂骨嗎 還有 你見過洋人的梳妝鏡嗎 我見過 我見過洋人的梳妝鏡 你又是那塊地裡的蔥啊 閨女 這就是我的兒子 我還真記得這事兒 可是沒想到 那個少年竟然是你 難怪呢 你老是給我送鏡子 後來呢 後來 後來因為一筆大買賣 康家走通了官道 把咱家整敗了 一夜之間 傾家蕩產 再後來 父親 挑黃河死了 母親瘋了 不就也死了 你知道我這根手指頭 是怎麼斷的嗎 是我自己切斷的 為的就是記住於康家的仇恨 你 你這也太 太過分了是嗎 父親雖然挑了黃河 但也是被逼無奈 你本該是我的女人 卻成了康家的媳婦 卻成了康家的媳婦 難道這還不叫仇恨嗎 這不是仇恨 這不是仇恨是什麼 是命 是命 你說得也對 是命 這件事情 我也曾聽我父親說過 其實康家 並沒有走通關路 那筆生意 其實康家 也是被官府給欺負了 只是他們後來挺住了 你知道嗎 這一切都是你的誤會 我沒誤會 我知道 我現在說什麼 也都沒有用 你根本就聽不進去 沒想到 如今我居然幫著醜家 打起官家來了 有時候 我真想殺了你兒子 殺了他 你就是殺了一個母親 你還是忘不了你那個兒子 聽我一句勸 洗手吧 洗手 我大走上這條路 就沒打算回頭 人生在世 你不能總這樣打打殺殺的 你若洗手 我康家可以保證你下半輩子 衣食無憂 我不要這個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記住 你對我說過的話 這黑無常前腳走 後腳鎮上的聲音就有了起色 這回啊 還真得感謝那個土匪段子橋了 要不是他在鎮上這麼插一槓子 還真送不走這紋身 說起段子橋 他也算是你的恩人 記得在嵐水的泥泥 他還把握我的票呢 這個廢人 他我 母親 母親 娘 我今天早上去飯莊了 聽五輝說 您去了仙爺廟 是 我是去了仙爺廟 路程這麼遠 您應該 讓店裡的車跟著您去啊 娘還沒那麼老 娘走得動 娘怎麼會這樣 娘累了 累了 那她怎麼還一大清早呢 相公 你信我嗎 我相信你 母親她 她一顆心 全都放在你身上呢 我知道 你要為這個家操碎了心 這次能趕走黑無常 母親或許是借了力的 借力 借誰的力了 段子橋 胡說 相公 我之所以告訴你這些 是因為 假如有一天 你不管聽到什麼 都要相信母親 而且 母親她 她無論做什麼 全都是為了你啊 好 只要你家裡肯出錢 你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少東家 這種事 還是讓我來吧 為什麼段子橋老師跟蹤我 是娘有意安排的嗎 少爺 少爺 老太爺叫你 知道了 馬上過去 哦 好 店裡生意都好吧 都好 那 碼頭那邊呢 碼頭那邊的事 這得回頭問悔文 爺爺 好 娘 我來了 我來了 惠文啊 正好爺爺問碼頭的事呢 給爺爺說說 爺爺 最近南邊戰事不斷 水陸都有官兵設的卡子 這船隊 恐怕已是出不了河 我呀 還是那句古話 欲倉促士勿彰晃 仰高者不可呼其下 瞻前者不可呼其後 靜觀其變吧 宋兒明白 爺爺說得很有道理 你看 這次黑無常開拔黑山口的事情 我們想法子也沒有搬動 可是誰料到 一個段子橋就把它給黏跑了 這不是靜觀其變嗎 不好了不好了 老爺冬家不好了 門口又過兵了 門口又過兵了 官兵不是跑了嗎 什麼 怎麼又殺回來了 那馬隊 馬隊都到家門口了 您快去看看吧 邱大人啊 老爺沒想到吧 今天我是特地來拜訪閣下的 不敢當不敢當 您光臨寒舍 彭壁生輝啊 來 把禮物抬進去 來吧 是 快請快請快請 請 好好 我們到後院也許 好的 來 請 好 慢點大人 來 老爺啊 對不起了 我遇難的時候你幫了我 等到你遇難的時候 我又偏偏不在家 委屈老爺了 事情反正已經過去了 讓邱大人費心了 老爺放心 在河南這塊地盤上 我邱鎮海說話是算數的 我倒是沒什麼呀 只是這一陣的百姓 都被那姓吳的給害採了呀 那姓吳的已經被我拿下了 他兵敗黑山口 我也上報朝廷 隔職查辦 他回不來了 真的 太好了 我此次進京啊 皇上還特別問到了 治和的事 我這次來啊 主要是當面問問老弟 你說的那些鎮和銀 不會不算吧 大人 您放心 鎮和銀兩分文不少 此外 我康家 還願意包下一段和地 如果這地上出什麼事情的話 你拿老弟試問 好 痛快 兄弟如此仗義 我也應該有所表示吧 這樣吧 從今往後 凡是康家的船隊出河 我給你手書一封 腰牌一個 另起一支 就算是總兵府的補給 曹韻這塊 也統歸老地管 境內所有卡子一律放行 多謝總兵大恩關照 起康 由於得到了開封總兵府的有力支持 但是康家的船隊 再次出征呢 這在一個兵荒馬亂 戰事頻發的年代 確實是個難得的機會 康悔文心裡清楚 他所描繪的那幅 擴達三省船形六合的藍圖 又將增添一筆 絢麵的色彩 沙呀 拜豆腐 路南一門樓啊 樓門上掛著我花 沙花呀 各個花 各個燕花 兩山主洪門呀 門款進粉刷 刷事兒啊 打戲子 不對吧 走出個小家日啊 二九一十八 好悠閒啊 好悠閒啊 我喜歡這老腔 有味兒 老跑 河道變窄了 快入陝西了吧 天亮就能進京河了 今年關中大旱 河道窄了許多 兩旁灘地上蘆尾風長 倒是找來了不少大雁 難怪天黑之前 我看見不少人 在蘆尾叢中 施大雁的糞便 那不是糞便 是糧食 你說什麼 糧食 每逢大汗之年 顆粒無收 這大雁的糞便 就是糧食 拾起來晾乾 碾成粉末 便可以沖積 再行那麼嚴重嗎 那為什麼蒼爺 給我的來信當中 一筆帶過來 那是怕你擔心 段家 請客吧 這回康家賺大了 咱們的糧食啊 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老婆 嗯 我有事要問你 說 你告訴我 上回在嵐水 段子橋 是暗中跟著你呢 還是盯我的手 這 這 這這都紅天馬月的事了 咋還提呢 你別給我打馬虎眼 說實話 我呢 從前跟喬爺一起投過軍 也算是敗過把子的吧 就這些 嗯 對啊 就這些啊 那他怎麼跟到嵐水去的 我不是收錢了嗎 我讓人給他帶畫 這些傢伙 還挺仗義啊 那你說段子 段子 段子 前面有官兵的關卡 沒關係 我馬上上去 好 所有的船停好了 全部看停 接受檢查 哎 是總衣服的令器 快放行 不行不行 這塊爛布還挺管用啊 這可不是什麼爛布 這可是咱們的護身符啊 老炮 還有多久到三元 快了 也就兩個時辰吧 到了三元 你們就地拋錨吧 不是去京陽嗎 我帶一串糧食去京陽 就帶一串糧食啊 對 就一串 我們去 咱們的護身 不煩 哪 il 不煩 哪 不煩 哪 哪 这里的粮价一天一个样 比咱们老家和洛 贵出整十倍 这大米啊 卖到九两一单 卖子八两八 就连骨子也卖到七两一了 这么贵啊 这简直是天价了 粮食涨价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供不应求 其二是个别商家囤积居齐 哄抬粮价 罚国难财 谁那么缺德 皇家呗 就是您说的那个西安皇家 对 大掌柜叫黄天庆 外号叫黄鼠狼 您逮了一辈子耗子 如今改对付黄鼠狼了 我怎么没看见我那新师娘呢 他呀 替我去对付那只黄鼠狼了 今大掌柜 实在对不起 咱家老爷昨晚出去偶感风寒 正在发烧呢 是吗 那得赶紧找大夫给看看 那是那是 可大夫用了药 没见啥起色啊 依我看 你家老爷 不像是偶感风寒 大夫说是啊 我倒觉得 他是心机太重 君大掌柜 您慢走啊 走了 走了 他还会来 老爷 金素没这样三番五次的 咱们老躲着 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娘们一家人 都装起菩萨行场来了 应是要我跟他鸿运客栈 一起平定良价 他以为他是谁啊 南海官是阴 老爷 这良价 只能加 不能降 不过 不过 老爷 有个情况您得注意 什么情况 今天一早 何洛康家的良船 已经抵达咱京阳了 这只黄鼠狼 就是缩着不露面 心口黑着呢 别着急 毁闻一来啊 准有办法 少董家 这次您带来多少粮食 二十船 一千五百单 是吗 那太好了 咱们明天就把平价的牌子挂出去 非得要那个黄鼠狼好看 不忙师娘 我这次主要把船 暂时停靠在了三元 来这儿的只有一船 就一船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 你说 既然我们这次要和黄鼠狼斗法 那就不斗则矣 一斗则胜 咱们这二十船粮食 只灵兽 不匹法 这 这是为何呀 不匹法 观众大汉 这船粮食 就算是咱们镇绩百姓的 非但不抬价 而且 每天还要降三千 就这么一直不停地往下降 好 你听明白了吗 的 快一点 慢点 Chapel 又咱先抬鱼 然后抬小孙西 第 restrictions 你开键 好 本床 这些 say 总买的 对 industrial 全民属 老公 给你 当家大 红运那头果然是在跟咱作对 今天一早 粮食每代降了三千出售 不就降了三千吗 他降咱也降 咱降他六千 那他们明天要是还降呢 降到一定时候把他的粮食收了 那 全收啊 对 全收 下一个 下一个 出人了 出人了 去吧 else a 那个 对 晓鱼这边也降啊 没有 这边来来 这边也降不排便 快晚点儿这次 有点咖啡呀 过了七天 量价就降了七成了 他们呢 还在降吗 还在降 那就把他全收了 全收 人家只零售 不批发啊 他不就一船粮食吧 卖不了多久 就差不多了 可是他们在高陵 还停着十九条船呢 有那么多 可不是吗 咱们总不能让全京阳的人 天天都到街上去排队吧 再说了 要是所有的人 都跑到红运那头排队了 那咱们在京阳 还混得下去吗 这康家 这康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啊 给我下套 不像啊 我不明白 这做生意 还有不想赚钱的 老师 该您了 七天过去了 我琢磨着皇家 恐怕是扛不住了 别管这些 行啊 惠文 越来越有大将风采了 老师给我讲了 老师给我讲了 世纪